啊,这90度的楼梯啊 90度的楼梯上个楼啊 这怎么上去啊 感受人间冷暖,记录人文情怀 大家好,我是陈无忧 今天我来到了上海市的虹口区啊 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啊 有很多高楼大厦啊 但是呢,你能想象到 在如此之多的高楼大厦环绕之下 藏着什么样不为人知的秘密吗 今天的这期视频将带大家去探访一下 虹口区的一些小弄堂啊 今天呢,也是很荣幸 咱们请到了这边的居民 呃,陈姐 跟我一块呀,来走一走咱们这边的小弄堂 陈姐,可以跟大家掌声高谱 你好,你好 呃,大家好 我们这个扎普路呢 在那个上海的 80年代末,14年代初 我们这边是上海的 第一条美食街 当初是非常轰动的 生意特别好 但是后来呢 随着那个时间呢 流逝呢,上海呢 有很多的美食街都发展起来了 哦哦 然后我们这个美食街呢 因为环境关系嘛 它就相对来说呢 就是比较开始走下坡路了 哦哦哦 就是这样 过去我们这上面呢 都是 呃 几层楼的 哦哦 这个饭店 哦哦哦哦 但是因为都是老房子翻造的 哦哦哦哦哦哦 所以呢它那个饭店呢 它这个四五层楼呢 基本上都是没有地基的 都是用那个槽钢搭出来的 就是你看它这个房子 它现在就是很多地方 其实都是还是很危险的 好的 因为它没地基 好 那陈姐你带我们去看看吧 去逛一下 你看啊 我们这个梦堂的老房子都一百多年了 哇 这里面是挺暗的 对 我们这边的环卫工人是很辛苦的 他们经常打扫 因为我们这个小区 它现在就只有两个 哇 这里面跟外面的环境天上之别 对呀 所以就是说就是随便怎么样打扫呢 都很难弄干净 它这里一直很潮湿 今天还算好 今天还算比较干 一般情况下的这边都是很潮湿的 因为是局限嘛 我刚刚从四川北路地铁站下来 一路走过来都是高楼大厦高楼林立的 铁字楼啊 商场啊 对呀 你看 但是我走到这个里面以后发现 一百多年的老房子没办法 果然一个天一个地啊 是啊 那你看这个 差得太远了 你看 这边是门口啊 出去就是一条美食街 进来以后就是 大家可以看得到 很暗 首先是很暗 对 其实呢 很多这些污水啊 然后这个 这些垃圾啊 垃圾垃圾这个垃圾站啊 就直接在小区的入口啊 弄堂入口 那 陈姐我们继续参观吧 我们这个 老公 你看 你看他这边 这里还在滴水啊 对 都漏水 这个水是什么情况啊 这个是他上面的那个饭店后面 他这个 这边都是 就是那个有漏水 噢 这是漏水性 着火了 救火车进不来 就是就是 呃 救护车也进不来 救火车也没快进来 噢 就是 你看我们这个 路上就是这样的 目前就是 老房子就是 这种情况 然后 它因为下水 都是很多 这都是饭店流出来的污水 是吧 还有就是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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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些生活用水 还有就是这样子 生活用水也没地方排吗 生活用水 也有地方排的 啊 那我 这种房子嘛 就是现在等于是 污水和生活用水 有的时候 混在一块了 混在一起了 噢 那这个就是 我们这个 百年的房子 100年前 是是是 都是很好的房子 但是现在已经 已经那个 太老了 这都是合用的呀 对 对 全是合用的 这都是合用的 这都一样 这跟别的弄堂也都一样 对 然后你看我们这个楼梯啊 都是横斩的 嗯嗯 就横斩的 都木头的嘛 都是木头的 对 木质的 哎 很陡的 墙已经全酥掉了 这个墙 这个墙 你看手一摸 这个都是酥的 嗯 都酥掉了 对吧 嗯 然后我们这个房子呢 都是 很多外地人 租住了 这边都停着 那个车什么的 哦 是这样子的 你看它这个 弄堂都很小 是的 是的 但是我们这种房子 最怕着火 一着火 就火车根本就进不来 是是是 咱们这边也没有 动线动向是吧 没有 没有任何的迹象 本来我们这边呢 就是在18年 已经禁预备了 嗯 但是后来不知 有什么原因呢 就停了 停到现在 停掉了是吧 然后我们现在 我们周围呢 全部都拆光了 嗯 现在最后 最后一块 我们那个海宁路 对面呢 也拆掉了 对对对 现在就我们这一块 一直在这里 所以我们现在 老百姓那个 都是我们那些居民啊 还是很盼望 动签的 是吧 还是很希望 能够让我们的 那个住房条件啊 对对对 都改善一下 确实环境 哎 环境真的不能不说了 环境我看的也多了 对 确实这环境 确实很畅 像我们这个房子 嗯 从外观来看呢 嗯 好像还可以啊 从外面看上去啊 其实 你不走进里面啊 感觉好像还可以 但是你真的 直视性走到里面以后啊 这个房子 这个就是我们的 嗯 就是很暗这里面 对很暗 我把这个灯开一下 这是我们的那个楼梯 嗯嗯 这楼梯现在这边都是 都是上百年的楼梯了 楼梯都梳了 但是为什么没换呢 我们去找物业 物业也是 马上就过来看了 但是我们这楼梯 因为时间太长了 太久远了 要换的话 就要把它全部就是换掉 那么上面的居民就没有办法上下楼 所以现在就一直停热 哦 因为那个居委 这个 户业也来 来给我们修过很多次 就实在修不好 就是这样 然后你看我们这个 就是 就这么一个水斗 然后我们洗菜啊干嘛 他们一楼的就是在这里 嗯嗯 都是共用的嘛 对对对对 哦 你看 这个这个这个是什么 这个这个房子 不是大爷 这个这个楼梯是干嘛用的 你 你帮我讲讲 这个楼梯上去 啊 这90度的楼梯啊 90度的楼梯上上阁楼啊 这怎么上去啊 啊大叔 这怎么上去啊 这 爬上去 哦 差一点 能好 你看这这上面的口 你看这个地方 这个样子 你看他这个房子还要回来 要倒下来 都是大 你得起来 哦 这上面是搭出来的对吧 哎 哦 搭出来是房子警察才会搭 不警察才会搭的 是没办法是吧 嗯 没办法搭的 这也挺危险的 其实这搭出来 嗯 这么多年了 你看这个房子 这坡的这个样子 嗯 哎 那个刚刚上面那个大叔 他是从哪里爬上去的 哪啊 他是怎么上去的 从这里 哦 这里这里 这里还是有 这个楼梯 张得到是 哦 我上去看看 你看 大家感受一下 这个呢 还是相对来说 比较 不抖的 比较平缓一点的 哇 我要手 我要手扶着这个楼梯才能上来 哎呀 太暗了 我还是给大家开一下手电筒啊 哦 就是这样上来的 哎呀 再给看一下 这是二楼 现在上三楼 我就要很小心 不然的话很可能会摔倒的 这个楼梯没那么多 这是三楼 这是三楼 哦 这个地方就是搭出来的 应该是 哇 哦 站都站不起来 这很矮 站都站不起来 这个 可能也就一米 一米六五 一米七左右的高度 啊 下去下去吧 看这个门 特别小的门 下去 下去要小心啊 哎呦 这个过道难以啊 这楼梯呢 也没也没有灯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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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啊 小心啊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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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于下来了 哎呀 终于下来了 太不容易了 一踏步就不玩 要不 太难爬 搭建 嗯 搭系搭 对 搭建出来 嗯 你不能住啊 嗯 对 对 嗯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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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对 对 对 嗯 就是要你